那你会发现从刚刚我们从最传统的科技课领域的教材教法 然后到传统的技术的教法 到现在教了运算思维跟教设计思考 你的学生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孩子 如果你只教传统的技术 你只教程式或者你只教创课 学生了不起 最了不起就是做RD部门的总工程师 最了不起技术再厉害就是做技术的头 那可是如果你在教技术的同时 你教到运算思维 教到让他学会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他有可能会成为什么 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 甚至是经理CEO 为什么因为任何的问题到他的手上 他都有办法解决 他都可以处理 所以这是学运算思维 你将来小孩子就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如果你让他学会设计思考 那他有可能会在环境里面去发现问题 然后就可以创造出需求 甚至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 那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就是因为运算思维是解决问题 那前提是你必须要有问题才能解决 你只会解决问题 那必须要人家给你问题 所以你了不起是一个经理 了不起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但是如果你真的会设计思考 你是无中可以生有 可以开创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所以这是我们创课教育 教程式 教创课 在新的课纲来临之后 我们应该要面临的一个转变 但是呢 很多的老师都还停留在第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两年已经开始在做 这个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一个转变 那我们也确实也找出了一些很有效 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老师们 让他们很简单 来做到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容 的一个转换 我想做事是有方法的 然后你真的要做事要能够成功 是要有一些战略 我们早期在推动自由软体 跟开源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在早期第一个阶段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没有抓到重点 在Eric跟我们来花莲 这个讲自由软体 跟开源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跟他有了一些互动 那事实上不是不能成功 而是你想要成功的推动 开源这件事情 必须要有一些策略 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 我们给我们必须要给你的对象 共同的目标跟愿景 你只有跟你的对象 你要推广的对象 要跟他有先把共同的目标抓出来 有共同的愿景 你们才有可能站在一起 所以绝对不要用反对的方式 去说去指责人家就是不对的 这样子只会激起人家的反弹 那在 其实在心理学里面 他其实就是 你跟他站同一个阵线 他才会听你的 所以有机会听你的 你才有机会开导他 洗脑他 所以千万不要一开始就 跟人家打架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对手 双赢的策略跟方法 所以自由软体很好 那也是我们真正现场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必须为了 共同的目标 我们都是为了把孩子带好 为了给孩子 未来有很棒的能力 我们的目标愿景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给孩子一些选择 那孩子如果说 他觉得自由软体很好用 平台很好用 open source 开放硬体 开放资源 或者是开放平台很好用 那就尽量用 那如果他是家里很有钱 我就一定要用花钱的方式 那也没什么不可 并没有什么不可 也没有规定你 一定要选择国中小 一定一定要选择 你不能强迫人家 你也不能让人家用非法的方式 所以我们通常在学校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会跟你讲说 要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我们可能会有这些选择 那如果你是 你是已经有的 或者教育处已经有买的 然后这个软体 你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没有 那我们会给你这些自由软体 你可以选择 那这些能力也很强 甚至比商业软体还强 那可能你要多花一点时间 或者甚至他就功能更简单 或者是说 你这个专案比较适合 用什么样的软体去处理 但是呢 可能跟你的口袋 深不深会有关系 那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然后或者是在最好 最有效率的一个方法 我找每一个软硬体 最佳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才是比较好的策略跟方法 那不管是自由软体还是自由硬体 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有一些必杀计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找出一些明星级的软体 这个软体呢 硬体呢 可能是 就是商业软体没有办法提供的 很棒的 比如说 Inscape 它当然是除了免费之外 不管是平面的创作 向量图的绘图 那或者是雷切 可以用 3D也能用 草图嘛 那所以我们不管用 用哪 你要将来要用什么 只要是跟向量图有关的 全部都可以 让Inscape一手包办 那像那个看星座的那个软体 PHET教学的平台 或者Open Source的东西 政府的开放资料等等 那这些都是以往商业软体提供不了的 而且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操作 简单到爆 但是又强的不得了 所以当你有这些杀手级的软体的时候 你就可以提供专业的需求 然后又好学又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 你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多元的 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社团 社群 然后它可以用多元的方式 去做辅导跟开导 然后面对学校老师们的需求 或学生的需求 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 相对那个硬要推给人家的方式 它是会是比较友善 然后现场比较可以推动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想我们身为国中小老师 我们的责任就是带好每一个孩子 那可是你的孩子他将来是要出社会的 你不可能跟着他一辈子 就算你是国小老师 你也不可能跟他到国中 国中老师也不会跟他到高中 所以你的孩子将来要靠自己 你的孩子将来就是自己要走他走完他的一生 所以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是一个拥有独立想法的一个个体 那身为老师 老师有老师的责任 我们其实就是要竭尽所能 让学生看到各种各样的多元的状况 要让他看到世界的多元的样态 当你的当他的选择多了 他的人生就广 就会广 然后所以我们让他知道 他有各种选择 但是呢 在每一个选择的背后 所必须要做的付出 跟能获得的结果 我们都可以引导他 告诉他 然后老师要做的工作 就是陪伴他跟辅导他 让他成为一个有能力 而且正直的人 我们不能帮他负责他的一生 所以他的人生必须由他自己做主 所以我们真的是帮他开眼界 而不是帮他负责任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个自由跟开源的概念 真的给科技教育带来一个很大的翻转 那这个翻转呢 也正在 这两年正在默默的进行中 那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永远有更好的选择 永远可以走自己的路 那这个改变也在慢慢的发生 感谢各位 我是花莲的邱文胜